不见得一定是说 物竞天择 最后你们经过 前男友的那一个基础 然后你这样的选择 然后你们认为 就是更好的 结果你们更长时间的相处 更加落地地走向生活 你们可以做一个重新选择 说我们发现还是不适合 这个其实可以放手 但是我发现 我努力想排除这个因素 还排除不掉 包括在你们的眼神和表情当中 提到前男友的那个婚礼现场 不仅仅你受影响 其实你现在的男友 也受到极大的压力 这个基础就把你们给 嫁到另外一个 你们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 这边就一定要证明 你跟了我 比你嫁给前男友更幸福 但是一开始基础 毕竟不一样 所以他说了 那我创业兴许 如果在经济上 可能会比打工上班 可能更加速度一些 当然这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付出 所以现在你是为了证明而证明 所以你很苦 而这边呢 一个女孩 背叛的不仅仅是前男友 包括爸爸妈妈 你要知道 在这种压力状态下 你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创业本身就足以让你 24小时不停地在思考 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她的情感 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在经济上 在各方面 其实你都不如前男友的 唯独你的对她那份的追求 打动了她 但现在你完全把你的精力 放在了创业上 你忽略了她身在一厢的 那份期待和愿景 女孩这时候有这种感受 至少我站在她那个角度 我觉得 我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呢 其实我宁愿 你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因为你们分开以后呢 可能是一个新的这种起点 把前面的事情 可能慢慢地淡掉 这种比较和阴影 反而会更小一点 别再去硬撑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两个人 还想在一块 可以再重新来 不行 就顺其自然分开 我觉得可能是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图老师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相信爸爸妈妈 也会欢迎你回家 因为他们不会记自己 孩子的丑 很多言行小说里面 都有你们这样的故事 但凡是一个女人 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了自己的前男友 或者是丈夫 又或者是一个男人 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了自己的妻子 又或者是前女友 结果都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他们使乱中气 也不是他们彼此不够认真 是因为太仓促 未经失忆不懂人生 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他创业失败一次 他就懂得创业有多难 但是你 记住 你好像没有失恋过 因为你刚放弃一段恋情 马上就开始了 另外一段恋情 你几乎是无缝连接 我无意去谴责你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 但是既然你选择了 背负种种压力 背叛几乎身边所有的人 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你逼得自己只能够勇敢往前 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 就走的时候 惶惶烈烈 但你去了之后 你真的付出了 对于爱情全部的努力吗 所以你的那次出走 在我看来 并不是背负了重重压力 你是在种种情绪的迸发之下 很轻易地再次做了一个决定 就像当初离开你的前男友 和跟他开始一样 轻易地分手 轻易地开始 至于男生 你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特别理解 这个 无论是爱他也好 无论是想证明 给所有的人看也好 你都想给他 你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毕竟你还年轻 遭遇创意失败的同时 背负种种压力 内心烦躁 情趣 无处发泄 于是有些迁怒于他 这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经过这次创业失败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要真正地 为自己的一个行为 履行自己的承诺 去背负那些生活的压力 和在爱情生活当中的 种种挫折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你也不能去怪他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那样 也不是所有男人创业 就能轻轻易易地成功 我是完全建议你们分开的 连事都别事 各自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回家 父母会欢迎你回家的 回家之后 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 创业失败也没关系 创业是为自己创的 不是为女人创的 听见没有 不要把这种创业失败 转嫁在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男人坦荡一点 好吧 祝你们各自幸福 老师说得很对啊 回家 如果真觉得不行 先回家 尽一段时间 跟父母先把过往的事情 做一个总结 因为父母是爱你的 这个无所谓 不要被那些东西 自己给自己套的 这个东西 让自己压力太大 听明白了吗 要心甘情愿地 为对方去付出 其实很简单 如果愿意为彼此付出 真的从今天开始 愿意放下 只考察这段感情 你们再试一试 如果你们还纠结在其中 不能出去的话 那你们分开也没什么 这就是一段恋爱 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之前的种种事吧 还有三位老师说的话 我已经就是 这一段感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